汉朝的魏清将军 英勇善战 至胜无数 成为了历史上的传奇人物 他为汉朝争光 使得国家声威日益显赫 也因此受到了汉武帝的厚爱和百姓的景仰 这可以说是魏清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 然而 魏清的婚姻生活却颇为曲折 他经历了两次婚姻 而第二次的婚姻选择出人意料 竟是宇也有两次婚事 年长他十岁的平阳公主结为伴侣 这个选择让许多人不禁感到惊讶 魏清本可以拥有更为优越的姻缘 为何会选择与平阳公主走到一起呢 这其中难道有不为人知的故事吗 魏清的童年并不如意 他的家庭结局 与三个姐姐 一个哥哥和两个弟弟同住在一起 其中魏子福姐姐后来成为了大汉皇后 为了维持生计 魏清一家曾到平阳侯曹寿家里担任家谱 在那里魏清结识了曹寿家的当家主母 后来成为他妻子的平阳公主 当魏清在平阳侯家担任其奴时 他的生活相对简单 却也能够尽情地体验生活的乐趣 心管内心渴望着有朝一日能够奋身为国 但他那时的生活并无痛苦可言 一次魏清随同平阳侯到了甘犬宫 那里有人见到他之后惊奇地称赞他具有一副贵人像 与试着他未来会成就一番伪业 魏清谦逊地回应道 我只是个奴仆 若能避免受罚 已经心满意足 哪敢奢求封侯 然而 就在不久之后 魏清的姐姐魏子夫被汉武帝看中 从此改写了他的命运 而在那个时候 汉武帝刘彻刚刚登基 全力出文 有一回 他正巧路过平阳侯家 想起已久未曾见到的姐姐平阳公主 便决定去探望他 自从平阳公主嫁给平阳侯后 他与汉武帝的联系就变得越发稀少 得知汉武帝造访 平阳公主激动不已 精心筹备了一场盛大宴会 席间他与皇兄畅旭姐弟情谊 宴会气氛高涨之际 平阳公主便请出了 事先挑选好的一批歌技 为汉武帝献宴 汉武帝原本对他们并无兴致 却意外地被魏子夫吸引 当晚 汉武帝对魏子夫宠爱有加 此日便将他接入宫中 临别时 平阳公主叮嘱魏子夫 如获富贵 千万莫忘相思自魏子夫入宫之后 他在皇帝眼中的地位节节攀升 随着姐姐的荣华 魏清也开始在宫中任职 魏家的生活渐渐好转 然而好景不长 魏子夫入宫引起了皇后 胡管桃公主的嫉妒 胡管桃公主是汉武帝的亲姑母 皇后又是他的亲生女儿 因此他担忧汉武帝对魏子夫宠爱 会对女儿构成危险 不久后魏子夫怀孕的消息 让胡管桃公主和皇后更加紧张 觉得必须对魏家采取行动 由于五弟时刻关心着魏子夫 他们难以对他下手 于是决定瞄准魏清 魏清在宫中值班时 被他们派出的人抓住 幸亏他的同事公孙老 及时出手相救 才化险为夷 得知胡管桃公主和皇后 阴谋陷害魏清 汉武帝大怒 严厉训斥二人 并命他们在宫中反思 汉武帝随后将魏清晋升为市中 让他参与朝政决策 不久 因为皇后没有生子 武帝废除皇后的地位 立魏子夫为皇后 与此同时 魏清在五帝心中的地位日益提高 深受信任 当时匈奴侵扰中原 魏清奉命北上抵抗侵略 魏清没有让皇帝失望 大获全胜 这是汉朝建国以来首次战胜匈奴 得知这一消息 汉武帝欣喜若狂 立即封魏清为官内侯 任命他为大将军 那个曾预言魏清会立功封侯的人 如今忠得见证 之后魏清七次出征匈奴 均取得胜利 而他的外甥获取 并一屡次建功立宴 魏氏家族因就生俩的 显赫战绩荣耀意义 吸引了京城的豪门名流 纷纷造访 然而 平阳公主的命运 似乎总是波折重重 曹说过世后 武帝为他重新安排了婚姻 将他嫁给了夏侯婆 本应珍惜皇室姻缘的夏侯婆 却并未懂得珍惜 竟然与他已故父亲的机械似通 事发后 恐惧皇帝惩罚的夏侯婆 不幸自尽 平阳公主再度陷入丧恶之痛 武帝看着姐姐的遭遇痛心疾首 于是让他在猎猴中自主挑选心仪的人 就在此时 魏卿的妻子离世 许多人纷纷推荐魏卿 但平阳公主担心 曾经作为他奴仆的魏卿 如今成为丈夫 会引起外界非议 众人纷纷劝解 魏将军险今地位显赫 娶公主十乃天坐之河 这件趣事最终传到了武帝耳中 他觉得这其中有一种神奇的缘分 他曾娶魏卿的姐姐魏子夫 如今魏卿又有机会娶她的姐姐 武帝向魏子夫和魏卿征求意见 魏子夫深知当年没有公主照顾 也没有自己的今天 再加上眼见公主的现状 哪有不同意的道理 而魏卿也没有表示异议 在武帝和魏子夫的共同推动下 魏卿与他昔日的主子 如今已成为寡妇的平阳公主 喜结莲礼 纵观他们的婚姻 实际上掺杂了许多政治的元素 魏氏一族与皇室的关系愈发密切 同时武帝也期望魏卿能够继续为国家开枪破土 这一举动可谓是一箭三雕 但这些并未影响到他们的感情 婚后 魏卿和平阳公主依然相敬如宾 深得彼此的信任和尊重 公元前106年 魏卿因病离世 汉武帝为了纪念这位功勋卓著的大将军 为他修建了永久的墓种 让后人永远铭记他的伟大 平阳公主在不久之后也离世了 临终前他请求武帝让他与魏卿同葬 尽管魏卿与平阳公主的爱情故事 没有诗一般的山盟海事 但他们深厚的感情和相敬如宾态度已成为了千古传颂的佳话 政治背景纵然无法回避 但只要双方真诚相待 便能跨越一切障碍 最终收获属于他们的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